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 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 如果对于这不太熟悉的话 那我们换一个熟悉点的词,就是恢复高考 现在的我们,对于高考这个词可能并不陌生 但对于恢复这个词就不太了解了 因为既然有恢复,那前面必然就会有停滞 翻开历史书,也只有关于1977年恢复高考的这一事件记录 那在恢复之前的历史并没有详细说 那新中国的高考制度为什么会停滞呢? 77年以前都经历了什么呢?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和大家聊一聊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都经历了什么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下江军事今年刚写生的一封信 现中提出的当前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作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洋溢着反逃流的革命精神 关于高考一词,其重要程度在我们现在看来 可能是李渔月龙门里的龙门 但在77年以前的人看来,可能还不如去多做几天生产 多挣几个公分来得实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就需要深度去理清一下从1952年到1977年的这段历史了 如果我们细分一下,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是1952年到1966年为正常的发展时期 第二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破坏时期 第三就是1977年到现在的高考改革时期 估计可能会有朋友会问,为什么是从1952年开始的呢?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因为刚开始那几年还在打仗 解放军刚把蒋介石赶到了南边 老美又在北边的朝鲜惹事 然后国内还要进行剿匪、扫毒、解放等一系列社会改造工作 等到战争结束,国内基本趋于稳定了 到52年才开始新中国的第一次高考 那新中国最开始的高考都考了些什么呢? 从1952年第一次高考到此后的14年里 高考招生实行的都是全国统一命题 依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 考期是每年的8月15到17号三天 考试科目基本上和现在差不多 这里面的国文就是现在的语文 加上由于那时候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密切 所以外语里面除了英语 也加了一门俄语必修课 像电视剧《亮剑》里面的甜语 天天在家学习俄语 这就是当时高考科目的真实写照 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 等全国解放了 我还要去上大学 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 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 总的来说 这段期间的高考制度还是比较公平的 直到1966年文革的发起 高校便直接停止了招生 那文革跟高考有什么关系呢 按照那时候的社会运行规则来说 高考它是属于旧体制下的教育考试 而且它里面的一些像英语 物理 化学等科目 属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按照文革中破除四舅 及打倒走资派的形式来看 高考首当其冲 就成了它的攻击目标 就让大学停止了招生 那停止了招生 这些初高中毕业生 他们都去哪了呢 在社会改造的推进之下 成千上万的初高中知识新年 积极响应了那个时代的号召 开始上山下乡运动 根据国家的安排 前往农村或者农场里 大学教师就被下放到了武器干校 从事劳动生产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至于上山下乡运动 是谁发起的 这些老师学生都干嘛去 前面有一期是专门介绍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了解 于是从1966年停止招生开始 那些本应成为大学生的年轻人 就成了茶腿农场的知青 由于66年开始停止招生 到了68年便出现了一次罕见的六届 初高中学生一起毕业的奇情 也是我们熟知的老三届 这里面有的可能是昨天刚进厨艺教室的新生 然后第二天就告诉你 你可以毕业了 也有的好不容易拼命苦读的六年 却告诉你大学上不了 要响应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摇身一变成了知青 对于这个时期的学生来说 可能会没有来自高考的压力 但一定会有来自生成队的劳动任务 到了1972年 高考制度取消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 周总理便提出了中学生毕业后 可以不用劳动两年直接去上大学 让中学生在大学里边边读书边劳动 不耽误工农结合 也不耽误学习文化 于是在周总理的推动下 全国高校多数开始恢复招生 但这次却是急性的恢复 怎么去理解呢 首先他的报名方式是以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的办法进行 然后必须得具有两年以上 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才能入学 通俗点理解 就是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 你得插过两年秧 第二 你得领导同意 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这里面居然没有文化考试 于是史上就出现了难得一见的 不用考试就能上大学 换句话来说 你能理解为没有文化就能上大学 其实当时本来是有一门文化课考试的 结果因为一个白卷英雄 让公平公正考试沦为了人们的笑柄 更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指责考试无用 还不如去生产干劳动 一时之间 考试交白卷居然成为一种壮举 也就是这次事件后 被江青抓到了把柄 文化考试就被直接取消掉 也由于没有了文化考试 所以各地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高中就念了一天 有的连初中都没有念完 根本不具备基本的文化技术知识 再加上 这个入学资格里的领导推荐这一条件 让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走后门现象 使大学里的教学质量量又不齐 比如在一个生产队里 只有一个名额推荐 队长肯定会优先推荐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 那些正儿八经高中毕业的就只能看着 反正不用考文化科 谁去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从66年开始 由于高考制度的破坏 国家便出现了严重的人才匮乏 人才断档情况 由周总理推动了这次72年恢复高考 在文革的阴霾之下 也没有取得很大成效 但他也为后面奠定了基础 到了1977年 最后面的事 大家就应该比较清楚了 邓公第三次付出主持工作 主持召开教育科学座谈会 恢复了高考制度 废除两年劳动实践 让新中国的论财大选高考 重新运转了起来 这40多年来 一切也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但总有一些不明事理的人 说中国现在的高考制度 这不好那不好 那作为一个历史博主 我想说的是 一相比于过去没有高考的人来说 现在的你们已经公平太多了 第二 他经历这么多风雨挫折 一路走来不容易 我们应该多点耐心 少点抱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局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